台北股市今天還是很強 高達40檔的公司亮燈漲停 另外台積電 COAX說要漲價 那這樣的一個題材之下能夠帶動什麼樣的個股出現一個上漲 另外PA三雄的股價表現還是相當的精彩 以及今天還有什麼標股亮燈漲停版呢 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做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維遠老師 今天時間來到了6月17號 星期一的時間 先祝大家操作能夠大賺順利 為什麼因為 今天其實台北股市指數表現普普通通 但是個股的表現相當精彩 高達了40檔公司 出現了亮燈漲停版 好我們來看圖卡 你看一下 其實如果從上個禮拜五晚上 的這個美國股市的表現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今天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行情 可是你看今天台北股市行情其實相當的不錯 很多的股票都攻到這個亮燈漲停版的位置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尤其如果你看說台啟夜盤 小跌的53點 甚至今天大盤指數也沒有特別漂亮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股票不會漲 但是大家都大錯特錯 怎麼樣 挑到標的股票 這個就是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的Light文章當中 要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講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看一下 回答在 上個禮拜我漲了1.75% 那博通 是續漲 漲了3.34 安某是 創下這個波段上面的一個新高 所以原則上 資金啊 還是鎖定在AI這個族群 我想是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今天各位可以看到什麼 機器人相關的股票 比如說像羅森 銀漢 這些股票 都出現什麼 創新高的格局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機器人資金 還是在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一整個禮拜 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最標的股票 我們是不是 都事先跟大家講 比如說像石碩工業 楊華 合績 像5月30 6月12 5月8號就講了 另外像加幣琦 6月6號就講了 光聖6月5號 石拳5月30就講了 玉金光5月16 然後金財是6月12 以及新日清 是6月4號跟大家講 深陽半導體 今天也創新高嘛 5月23號就跟大家講 鎮華店 6月7號講 正衛5月20號 我們就講了 所以今天的盤錢發文 我跟大家 講了什麼 重點 重點在哪裡 我認為有個狀況大家注意 就是20日均線 乖離稍微過大 所以 短線上面小心 漲多的一個拉回 他只是漲多拉回不是轉空 所以你想知道 相關的一個訊息 你看我們今天早上 盤錢 5點50分 就發給所有的粉絲好友 大家都可以來做一個見證 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跟大家講這個大盤是不是會隨時的拉回 今天呢 有沒有小幅度拉回 有喔 那小幅度拉回 我跟各位講什麼 看什麼 個股震盪表現 我講得很清楚 大盤 不會大跌 股票會繼續漲 我講得很清楚 不管是大盤 還是個股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那你看一下 IC設計 半導體測試界面 CPU 就是這個 光通訊 那網通 蘇紐 深化加 這些相關的股票 深化加就是 PA的一個族群 所以代表什麼 半導體測試就含了 先進製程 這些COAS相關的一個概念 都已經 寫在裡面了 比如說你看 我們今天盤錢 寫給大家的 精選的一個標的 那我們看 這個 續想股票誰 有石碩工業 有深陽半導體 比如說像 玉邦 四電 操縱 仙進光 等等 這我們今天早上就寫 那你看一下 今天石碩工業又漲停 對不對 又漲停 今天玉邦又漲停 對 這個是我們 早上5點 50分 就發給 所有的Light的粉絲好朋友 所以你想得到 第一手 這樣的標股資訊 歡迎大家 鎖定我們這個Light相關的 一個帳號 大家可以多多的 善加利用 趕緊來加入 然後呢 你可以在每天 盤前 盤中 盤後 都可以看到 我們最新的標股 我們通通都寫在裡面 都會跟大家來做個分享 除了這個內容以外 我們再看一下 Light相關的 這個 QR Code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把手機的 照相模式 把它打開 打開過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掃描 掃描會一個條碼出現 那你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下去呢 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 很輕鬆 就可以加入 那你可以每天 盤前盤中盤後 你看 今天這些標股 是不是又 手到 勤來了呢 好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好 這個是今天的盤前的發文 另外還有 跟各位講 還有誰 還有講誰 浮華 洋華 洋華對不對 精彩萬海光盛 那你看 今天 浮華是 再度 創下新高 3622的 陽華 又來到 亮燈漲停 所以這個是創高 然後呢 他來到一個漲停 那你看 這股價的表現 是不是相當強勢 所以你看 這些都是我們在 6月17號的盤前 就是在今天的盤前 發給我們所有的 粉絲好友 你看這個地方 我們都寫了 對不對 都寫了 都直接跟大家來分享 那今天的盤中發文 跟大家講留意誰 你看早盤所預告的個股 表現都很強勁 比如說像 石碩工業 惠特 惠友 深洋半導體 玉邦 浮華 陽華 光盛 等等 你看像這個 6706的惠特 你看那股價表現也很厲害 他也切入到COAS 所以 我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特別跟大家講到 台積電要漲COAS 所以相關的概念股會漲 包含像惠特 包含像6640的 軍華 這股價已經漲到多少 漲到了524元 所以你看這些題材 我們有沒有先講 今天的盤前 來跟大家講 你注意誰 半導體的測試介面 這個就是COAS相關 先進封裝相關的 內容 我們都跟大家來做一個事件的說明 所以 你成為我們的一個粉絲好友 都可以看到 相關的內容 好 那我們再看 除了這個以外 尾盤之今 我說請留意誰呢 留意波羅威 留意天鵝科技 留意具有科技 貿連以及大銅的部分 那你看波羅威是 高速資料交換的一個傳輸 就是光通訊 細光子這個區塊 各位可以看到說最近的股價表現 也是蠻強勢的 另外這個天鵝科技 算是一檔新的個股 透過半導體的風裝 取得國際AI的伺服器客戶 具有科技 COAS 它有 7奈米跟 5奈米的 NRE的收入 它是IP股票 它跟安某也有關係 所以你看 今天的安某 我剛才一開始給各位看 安某是創新高 所以這些股價都會連動 有沒有 所以安某創高 具有科技就是安某概念股票 所以它為什麼會漲 這答案都很清楚 不然像大同 重點的股票 今天有新聞也有消息 說這個 美國的 採購團 中午下午要跑去大同的 總公司 要好好的幹嘛 好好的大肆採購一番 好好的買一番 所以 最近大同股價也開始漲 另外像這個 茂蓮KY 股價也開始漲上 但原則上 茂蓮KY漲的原因在於什麼地方 主要就在於說 因為 過去大家想到 它是特斯拉概念股 對啊特斯拉概念股 特斯拉也沒漲 它怎麼會漲這麼多 它跟機器人有關係 它跟伺服器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是做連接線 其實連接線 你有辦法做轉換 你機器人這些所謂的高壓電力限速 可不可以做 特斯拉不是要做Atmos嗎 馬斯克不是要做人型機器人嗎 所以你那些限速相關的限材 會不會有茂蓮KY來出 就有可能 你供應特斯拉電動車那麼久了 會不會肥水不落外人田 就有可能 所以這樣子的想像空間 所以這個茂蓮大漲 波羅威有剛才講 具有科技有剛才講 我們盤中 都已經提醒給大家 更不用說天鵝科技已經拉到漲停板了 所以這些行行我跟我講 其實大家就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其實你看 我們今天把行行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每天要在盤前 盤中盤後 鎖定威老師的Light賬號 鎖定我們的相關的發文 你就能夠得到最新的一個訊息 比如說盤中 我哪知道什麼 大同會拉尾盤 茂蓮會拉尾盤 天鵝科技會漲停板 我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在盤中看 你就知道尾盤有什麼股票 他會有機會做表現 他會有機會做表態 我們都會直接在上面跟大家來做一個分析 甚至連盤旗的內容 各位你再看一遍 盤旗的內容 6月17號 有沒有 浮華 洋華 然後 實作工業 玉邦 那原理上 這些都已經 漲很高了 你也不見得要馬上去追 所以你必須幹嘛 必須留意我們相關的 我們帶領會員操作一些蓋牌的股票 一些整理完畢賺強的股票 像最近我們做什麼 我們可以賺全新 我們可以賺 相關的一個個股 全新的部分也賺 然後1618合績 這個也賺 這股價表現也不錯 所以 我們再看下去 像 6月14的一個什麼 盤前的一個發文 那一樣 這個是 上個禮拜的事情 你看我跟各位講 又是深洋半導體 對不對 訊星有沒有看到 投票有沒有看到 來今天的訊星來 6451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今天是不是亮燈漲停 各位投票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 這個股價走勢 有沒有 直接就漲停板了 你看一下 我們我們是什麼時候跟你講 來注意 6月14號 禮拜五的盤前 不是盤後 是盤前 這是重點 你可以 先做佈局 那你再看 代量轉強向 穩帽 金元電 你看金元電 245的全新 來看 今天的 金元電子 2449 股價表現不錯 也是什麼 也是創新高 股價表現是創新高 再來 像 新日新 世紀鋼 這些股票 表現都相當不錯 所以你看 我們跟各位講 你會發現什麼 我們股票的陣容 就是這些 我跟各位講過 就是這些陣容 這些陣容就是我們持續看好 我們持續要做多的標的 我們持續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的標的 而且今天有個重點 來 今天像8374的羅生 漲停板 可是漲停不是最重要 重點是他創新高 他創新高 那就代表 什麼事情 機器人的概念股票 他就能夠繼續的強勁 他就能夠繼續的大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來 我們選股的方向邏輯就是這些 比如說你看 正威 創高 惠友創高 精彩 實測工業 立即 再來 詞選 今天詞選打到跌情對不對 怎麼看 突然殺下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高層賣股票 這個是兵家大忌 你在 股價漲這麼多的時間點 然後你宣告你高層賣股票 這當然是一個 衝擊 所以不管怎樣 這一檔股票 我們就先觀望了 這個股價直接K下來 那沒關係 我們很早之前 120塊 我們就跟你追蹤了 一路漲到180塊 就算今天打到跌情 160幾塊 還是大賺 那無所謂 沒關係 再來 以勝KY 九頂電力創高 全新 光盛 核基 這都創高對不對 核基 大家都賺錢 很棒 再來你看6月11號 我就跟各位講 誰 講核基 智威 中芯電 有沒有 深泉 實作工業 光盛 會有 1815的富橋 今天富橋也漲了 你看一下 今天富橋也漲了 1815的富橋 今天 是不是也漲上來了呢 對喔 所以你各位去看一下 這個相關的行情怎麼做 那像先進光 GIS KY 這股價表現都不錯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 那你看續強股票 6月13號 我跟妳講誰 楊華 有沒有 惠特 深陽半導體 玉金光 對不對 精彩 石塑工業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強的股票 我們都提前跟大家講 6月13號 上個禮拜 四 我們就跟大家講 看新之星 創高 鄭華店創高 深陽半導體漲停 精彩漲停 石泉創高 會有漲停 再來 鄭薇 益登 世紀鋼 全新 榮新 智威 這都大漲了 這我們都 事先就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一個分享 我們都先講了 沒有錯吧 你看 全新底部先買先賺 恭喜大家 原來上你看像今天的這個鄭薇 鄭薇的這個股價 它這一波的行行 為什麼會強勁 你就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它的量 千張大戶 新價限 KD 融資 MACD 分公司交易加速 外資大買 投信大買 主力進場 散戶賣出 籌碼集中度 提高 所以我那個時候為什麼要這樣 大力的跟各位講鄭薇 我們什麼時候講 這個地方就講 一路漲到 73塊 到了今天 我們看一下2392的鄭薇 漲到多少 漲到83塊 各位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 銀廣也是 一模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各位講 這檔蓋牌股票 我要帶 大家做操作 如果你想操作 你看 它是一模一樣 這12大指標 量 千張大戶 新價限 KD 融資 MACD 分公司交易加速 外資投信 等等的 其實都跟鄭薇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說 你想 操作這檔股票 歡迎成為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我帶領大家做什麼 全新 我帶你做什麼 我帶你做合機 各位對不對 這個都大算了 都漲停板了 而且都不只一隻 可能是一隻半到兩隻 對不對 這個行情不要錯過 都有很大的一個賺錢機會 穩帽 訊星 有沒有 6月12號就跟各位講 升學 君華 6月12號 你注意看 6月12號 今天君華已經漲到哪裡 6640 6640 君華 漲到這邊 6月12號在哪裡 這個地方 你看 有沒有創新高 所以 你想要知道 最多的 標股資訊 就好 不是我觀察的面向 其實相當多 所以我才會在LINE上面跟大家寫 我們寫上來 各位投票 來我們再回到圖卡 你自己回頭去看一下 這些資料 準確度如何 對你有沒有幫助 你注意看 這是6月12號 那現在這些股票更不用講 你看像 升權 來 升權 石塑工業 君華 龍星 元泰 洋華 有沒有 酒頂電力 萬潤精彩 光盛 新日新 惠油 然後呢 像 振華店 索羅門 石泉 世紀鋼 這些股票 對不對 我一天就是濃縮 大概就十幾檔 1700多檔公司 我濃縮再濃縮 精華再精華 這樣的內容我覺得全台灣應該找不到了 每天 你看 你可以發現什麼 我們的戰榮就是全台灣最強股票 全台北股市最強最標的股票 就會在我們這裡 根本注意到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索羅門 對不對 大家都不管他 那我每天講 每天講 你看講到連羅生都漲停 銀漢都漲停 那你看 匯油 石泉 龍星 洋華 元泰 所以我跟各位講 其實現在原則行情很好 因為有什麼 聯準會今年就是會降息 然後美國要選舉 所以沒有問題 你不要想太多 你看索羅門 5月7號 我們就跟大家講 整個行情的一個變化 整個行情的一個操作 我們都跟大家來做什麼 我們都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其實 在 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在操作上 你看 特別比如說像什麼 比如說像聯發科 你看一下 聯發科的一個股價表現 你看 也是相當強勁 漲到 多少 漲到1400元 對不對 1400元 你看 6月12的盤中分享 新復興 台光電 精彩 玉金光 你就會發生什麼 我們跟你講的股價就是這些 對不對 有沒有 光聖 智威 合計 你看合計 6月11號就跟你講 石泉 你看那個時候還在150 就算今天打到跌停板 你還是賺錢 對不對 深泉 等等 我們都寫在前面 當然有些 短線會震盪的 我們也寫 比如說像之前回檔 像廣宇 易登 金英 我們都會提醒大家 再來你看 盤中的標股 像鎮華店 富士達 6月7號 所以你看 我們是一天一天給你驗證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人這樣做 我每天給各位驗證 我們所講的股票的內容 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準確 我覺得其實 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每天從 早上 開始 看分析師的節目 甚至到盤中 甚至到下午 甚至到晚上 對不對 看那麼多節目 甚至半夜睡覺前 YT的節目 大家也是看來看去的 其實想要找的是什麼 其實不是說 誰分析的多好又多好 不是 其實我覺得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什麼 你想知道 今天什麼股票會漲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 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我相信你 尋尋覓密 在找的就是這件事情 那我剛好 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文 所有的內容 我所有的看法 我在上節目之前 會把這些所有的相關內容 都放在我們的LINE上面 給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參考 所以你回頭再看一下 你看6月7號 我們所寫這個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石碩工業 光聖加壁齊 有沒有 波羅威 台積電 我連台積電也寫 5274的信華 你看一下台積電跟信華 你看太厲害了 台積電 有沒有 然後古王 5274的信華 漲到多少 5075塊 這不是開玩笑的 對不對 這表現 相當的強勁 好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一下 像光聖 深泉 石碩工業 匯友 德維 紅塑系統 這些都大漲 都大漲 對不對 那 短線上面 你看像石泉 這我們之前就講過 遜達 盤中我們就講 盤中的法文 所以你就注意看 看你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需要是一個低檔轉強的 整理完剛轉強的 或是一個波段的持股 強的股票 我們盤前的文章 你可以多多留意 如果說你想看 我今天可能想做短線的 盤中的法文 你要特別做留意 如果說你想看完整的分析的話 對於 整個行情大方向的規劃 大方向的看法 你可以看我們盤後 我們盤後會比較 那個範圍會比較 廣一點 就是說 講的東西會廣一點點 盤前我們會很 盤前跟 盤中 我們會很focus在個股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大家要 因為盤前跟盤中 就是在上戰場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focus在個股 然後到了收盤之後 我可以跟各位聊一些比較 比如說總金 比如說比較 廣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來講 所以 就是 表現我們的專業 給所有的投資朋友看 所以你 不管想看哪一個面向 其實我覺得威老師說 我們的Lighter的內容 其實都很適合大家 好 我們再看 你看像這個 626號的盤前發文 你看我們都寫了 各位投票你看像 有沒有洪海 來試試看 洪海 富橋 細微 有沒有 瑞宜財運 你看洪海 今天大家都要講 郭董的這個 心願價 200塊 喔 你看 你看 投票 200塊 你看 郭董的心願價 真的是幹嘛 很漂亮 對不對 我只能這樣講 水啦 對不對 收盤 不管怎麼樣 那個價格沒有穿過去 可是 怎麼講 那是一個感覺 你知道嗎 點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就是有到200塊了 你看 郭董的承諾 對不對 200塊 所以說台北股市到底有沒有行行 真的有行行 該怎麼做而已 所以我跟各位講 看這個行行 真的相當漂亮 你看我們6月6號 你看如果講洪海 6月6號在哪裡 在這裡 177公里 隨便也是快點兩成 對不對 這樣操作就好啦 你看一下 真的是很漂亮 對不對 很漂亮 那轉強轉弱的 我們都會在 第一時間 跟所有的 投資好朋友 做分享 你看有些漲高 像企有長的良知 我們就做一個 獲利了結的動作 好不好 所以不用想太多 如果你對於行行的操作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每天想要知道 盤前盤中盤後 什麼樣相關的 標股資訊 可以做留意的話 歡迎大家 加入我們的 Lite相關的內容 我們的文章 都會在第一時間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做分享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 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風險 財務利益關係 財務利益關係